第一段的新闻内容 把时间交给主播海杰 好的 谢谢友谊和俊威 也欢迎大家收看事成有约的第一段新闻 一起来关心新闻的重点 尼泊尔强镇的死亡人数飙升到了3300多人 专家警告余镇的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一年 建国一代配套推出至今 已经有75%的持建国一代卡的年长者 凭卡求诊 首先来关心尼泊尔大地震灾后的救援情况 目前已经是进入了第三天 死亡人数激增到了3700多人 而随着边缘地区的灾情逐渐的浮现 遇难人数将会逐渐飙升 国内外救援队伍也赶载了黄金救援72小时 救出了更多的生还者 地址专家警告 由于尼泊尔地处活跃的断层带 因此强烈的余镇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一年 感谢观看